大家好 非常离谱的情况 台南东山区长撞到骑士之后太赵涛 强调不知情 最后遭调查韩宋调指 民众开车经过东山区这处线道时 目击一名骑士横躺在路中央 连忙下车上前关心 怀疑他是被撞倒 肇事逃逸 于是调月行车记录器发现应该是这台呼啸而过的白车酿货 警方往下追竟然是区公所的公务车 赵涛的驾驶身份曝光是东山区公所的区长 因为现场太过昏暗 救护车到场时热心民众还用手机手电筒指引来车改道 其实后来被送医 四只根脸部多处擦错伤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原来12号晚间11点多 在东山区南314线道上 这名旅行区长开着公务车跟机车骑士发生碰撞 却涉嫌肇事逃逸没有下车查看 直到回家后发现异状 再回到现场看到救护车 才知道自己撞到的是人 我知道我没有当下停下来 我认错 我要求当事人给我一个谅解 然后我尽全力来弥补他 请他求他原谅 尽管旅行区长强调自己没有喝酒 但仍被警方依照过失伤害及肇事逃逸罪嫌 韩松台南地检署 他13号向市府自行处分 民政局也将在16号召开内部会议调查 除了接受法律的制裁之外 行政上我们也会做人事的调整 在陈楚出炉之前 市府也将先调整旅行区长的职务 记者杨文化谈的报道